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我们将今天早晨 这个聚会交代你的手中 主啊 你的圣灵以我们同在 叫我们不单止要敬拜你 主啊 建立你的宝座 神啊 我们相信 我们不单止要敬拜你 主啊 你的大能大力 将写在我们当中 你的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很赞美你 多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祈祷 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哈利路呀 神真真好 哈利路呀 神真真好 哈利路呀 神真真好 他对我真好 神明我追 哈利路呀 神明我追 哈利路呀 神明我追 他对我真好 是我自由 哈利路呀 是我自由 哈利路呀 是我自由 他对我真好 神真真真好 哈利路呀 是我自由 哈利路呀 神真真真好 神真真好 他对我真好 神真真真好 哈利路呀 神真真真好 哈利路呀 是我自由 哈利路亚 是我自由 他对我真好 真真真好 哈利路亚 真真真好 哈利我真好 生命我最 哈利路亚 生命我最 哈利路亚 生命我最 哈利我真好 是我自由 哈利路亚 是我自由 哈利路亚 是我自由 他对我真好 人人都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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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谁 他是上帝孤生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助 天班人中他最美好 人人都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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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谁 他是上帝孤生儿子 他是上帝孤生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助 天班人中他最美好 人人都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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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谁 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助 千万人中他最美好 人人都应该知道 人人都应该知道 也许是谁 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助 千万人中他最美好 人人都应该知道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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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现在知道有缘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Hallelujah 阿子呀我们要赞给你Hallelujah 现在人人都来得知耶稣基督就是子 Hallelujah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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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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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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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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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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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今天早上 我们玩有气息的人 也叫赞耶稣 哈利路亚 主要是你知道 这个福音这个一节 是从天父以来的 哈利路亚 从天父而来 地爱和恩典 让我们与乐与心涌间 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 让他为赞美之间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从天父而来 地爱和恩典 把我们与乐与乐与心涌间 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 把他换为赞美之权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自赞美之权 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从天父而来 地爱和恩典 让我们与乐与心涌间 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 让他换为赞美之权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自赞美之权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自赞美之权 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让我们张开口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自赞美之权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让我们张开口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自赞美之权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自赞美之权 举起手将用神自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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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入每个人的世界 是赞美之切 留入每个人的世界 现在要多谢你的在爱 现在要多谢你的恩典 哈利路呀 我们现在要敬拜你 哈利路呀 什么意思 是从天赴我们 哈利路呀 现在要赞美你 我們赞美你 哈利路呀 咱们赞美耶稣 哈利路呀 我想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的圣灵 沿着水的光河 涌流出来 哈利路亚 我们要清除我们的神 我们要将开我们的口 我们要赞美他 我们要大大的将后 只要大力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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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哈利路亚 拉巴山卡拉巴 是基地山大人 我基地山 基地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要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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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是基地山的弟兄姊妹 开舌友 经拜神 哈利路亚 你经拜耶稣 这道 你的灵里面 要重新生日 光向造大 哦 只要避免我们 不肯定 因为上帝 我们不是打灭的心 乃是人类 感受力上 我们一生里面 要经拜你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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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的恩典 你的慈爱 最后我们不单止 怀没着的时候 我们一生里面的敬拜你 最后你爱我们 你拣选我们 从黑暗当中 你请求我们生命 进入光明当中 最后我们一生奉献给你 一生侍奉你 一生跟随你的脚踪 最后我们要将 士字湾每一个 弟兄姊妹都交托你的手中 虽然在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在家中敬拜你 我们仍然在 从这个妄想 线上来赞美你 敬拜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独一的真神 主你就是我们的神 你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万国万民 都要来屈室敬拜我们的主 我只要有张永耀送赞归回给你 多谢耶稣 听我们同心合意 祈祷奉耶稣基督德圣的名词通告 A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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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了上帝,現在來到聽上帝的懷疑 原本我們要在酒家裡慶祝母親節 因為疫情的當中,我們取消了 雖然取消了,也不能夠難阻到我們來到神的家 來到妄想和在家裡敬拜和聽上帝的懷疑 我們來一起祈禱,主要我們將今天早晨的訊息交給壽宗 我們知道本來五月六號,我們要在酒家裡慶祝母親節 所以不能夠在酒家裡慶祝母親節 但是我們現在一樣在家裡,在線上來一起聽上帝的懷疑 祈禱祝福世子威的每一個媽媽 我們相信媽媽很偉大的,生兒獄累的照顧家庭 祈禱今天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字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有健壯的身體,祝福他們的靈魂體都健壯的 祈禱你的奴心,他們的奴苦,神啊,你都知道的 祈禱你們也祈禱他們,祈禱我們的母親,天下間的母親 祈禱在這個母親節當中,祈禱祝他們 祈禱你漢古恩代,多謝耶穌聽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祈禱祈禱的頂節因為今天呢,就是來到,原本我們要慶祝母親節的 一樣我們現在在線上呢,都一樣能夠慶祝母親節 所以呢,聖經的話要跟我們講,在生命記 生命記呢,大五章十六節那裡講 當照耶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並使你的日子在耶華你神所賜的地上得而長久 跟著呢,以弗所詩六章也有個講,六章日 大二至大三節也有個講,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時帶一條,帶戒名,帶應他的戒名 我們相信呢,母親呢,是一個,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知道呢,母親節呢,聖經的話要得福呢 你要孝敬父母親,孝敬父母親 孝敬父母親呢,不單止是這樣,我們要孝敬父母親 因為父母親呢,第一件事呢,我們要記得 父母親呢,那個生育,母親呢,生育之恩 母親呢,怎麼樣呢,生育下來呢,十二懷胎呢,生育下來呢 所以,你說什麼呢,私生呢,只有媽媽好 為什麼媽媽好呢,媽媽呢,十二懷胎呢 十二懷胎呢,怎麼樣呢,要託子那個寶寶呢,不容易的 不是呢,因為呢,那媽媽呢,就是要 1945年 因為那個嬰子,在 Laser's coronavirus,養育時 之後,要照顧 Father's healing,要照顧更親耳 那生育,或者要打照顧家庭 所以呢,這個嬰子讓孩子呢,要孝敬父母啦 所以呢,這個媽媽,十二懷胎呢,要要生這個 寶寶的時候呢,也要生這個小孩 從事是不簡單的,他們有時捕虐生命的危險,去生養 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效敬父母,这个是带着一条介名,应许的,带着第一条介名,神吩咐,这个吩咐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做,不是说什么算数,这个神吩咐我们一定要效敬父母,所以我相信今天早晨,我们纪念我们的妈妈去养育之恩,去生育之恩,生育之恩出来, 他生了出来,他不单要怎样养,还要养我们,要养我们公司教学,这个不简单的,我妈妈生了九个弟弟,九个年有一个,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然后我有五个妹妹,那时候我们爸爸又离乡,我们17年没回来,说一个妈妈,你看看一个妈妈是不是要养育之恩,九个子女,25是那么容易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家庭又很穷, 又不生性,又不生性,小时候学怀,妹妹又离家出走,说种种的问题,妈妈有眼泪在心里流,丈夫就离开了,她17年没回来,说你想想,一个妈妈呢, 我养育之恩,九个子女,不简单的,虽然那时我们还没信耶稣,还没信耶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有时想想,哎呀,妈妈你养育之恩,是乱所当然的,你生我出来, 但是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圣经跟我说,你们要孝敬父母,这个带着一个英语,一个解明是神吩咐我们的,要吩咐我们不单止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呢, 他们不单止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说你看看一个宝宝是不是从小到小这样养大,不容易的,要比起吃奶,要照顾他,如果他有病,怎么样去带他看医生,以前穷,我们也很穷,有钱去看医生的, 在九庆门,我们只要自己医自己的,妈妈说,哎呀,你喝点河人好,焗点汗,这样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听妈妈的说话,这样做,有时想到妈妈养育之恩,说这么辛苦,养育之恩,我们又不生育,学坏了,又去吸毒,坐牢,又令妈妈激心, 所以呢,当我一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就说不同了,我生命中了,说原来呢,圣经教导,我们真的要孝敬父母,父母他们,妈妈的努心努苦,他们所付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奉养父母亲,不单止要奉养父母亲,要听从父母亲的说话, 我们如果没有圣经教导,我们真的不要听父母亲的说话,有时呢,我们罵啊,顶嘴啊,顶啊,圣经里面有讲尼美基,二十章九月的, 说,犯犯,犯犯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犯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哇,原来呢,罵父母亲是这么严重的话,罪要归在自己的身上, 由出埃及记也有讲嘛,出埃及记也有讲,是不是如果你犯父母,必要把他治死, 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所以呢,我们不单止要听从父母, 有时我们呢,要顶藏父母亲,啊,你生我出来啊,这些是你应该要养的嘛, 所以呢,我们呢,就在当中里面呢,不单止要听从父母,要奉养父母, 最重要一样呢,我们呢,要怎样养呢,要带我们的母亲信耶稣, 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呢,我就说他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说我妈妈,我家人还没信耶稣, 那时呢,我生命改变呢,都是我妈妈的坚毅, 如果我妈妈不坚毅,就会有很多事情去放弃, 丈夫也不在他身边,儿子又不听话,又吸毒、错监, 女儿又离间出走,搞到家乌烟瘴气, 但是当我一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围扬我妈妈,围扬我家庭呢, 我们的家里呢,我们的家里呢,祈祷, 我想主要,就是你要请救我妈妈, 我妈妈去所扶出的,去所劳苦,劳心劳苦的, 去所捱大狗的子女都不容易了, 今天呢,我看到我妈妈呢,白发瘡瘡, 我妈妈今年都八十一岁了,八十一岁, 如果今天是我妈妈没有坚持来救我,帮我呢, 我今天呢,都信不了耶稣,我妈妈呢,都是一个很健庆的天道教, 我妈妈又拜过一贯道,天道教,日本神, 家里又拜了观音,关公,地址,造军,天神, 哇,我们小时候,我妈妈都给我们吃了很多福章, 为什么我妈妈要这样做呢? 因为想救这个教,但是呢,用尽很多方法,她都救不了这个教, 感谢神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基督徒来到我家, 就来到跟我妈妈说呢, 如果你的儿子呢,生命要改变呢, 只有耶稣能帮得到她, 以前呢,我还没信耶稣, 我妈妈叫我念经,我都是跟着念的, 念呀,那麽呢,念呀,念呀,念经,念经, 想着可以改变,都改变不了, 为什么改变不了呢? 因为只有去念,心中没有力量, 当我信了耶稣那一刻呢, 为什么我心中的力量呢? 耶稣住在我心中里面, 当耶稣住在我心中里面呢, 我正能够怎么样呢? 面对这些人有事惨, 以前我们思想上想的事情, 我们就要做, 现在不是,耶稣住在我心中, 给我力量去面对, 所以呢,我正能够得胜了, 我生命改变了, 当我生命改变了呢, 我认识了圣经很多真理的时候呢, 真的要效敬服务, 这个是什麽呢? 在生命记上说什麽呢? 当照耶华利神, 所吩咐的, 这个是吩咐的, 要效敬服务, 使你得福, 所以今天呢, 我们能够得福呢, 都是恩若我们呢, 信了耶稣, 神呢, 不单止祝福我们, 给我们的生命呢, 祝福其他人, 之后呢, 我就为我妈妈祈祷, 我妈妈信了耶稣, 我爸爸都回来了, 十七年前, 你离开了我们呢, 我爸爸都回来了, 回来了呢, 我都感情我妈妈, 他都能够接受我爸爸,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妈妈有一个宽大的心, 就是要诗, 要诗, 我妈妈要诗我爸爸, 要诗那些子女不孝顺的时候, 妈妈都要诗我们, 去用千方百计来帮助我, 所以今天我生命能够改变, 成为牧师, 都是我妈妈坚持, 那时我妈妈真的很惨, 我们只想招拉两条盆时, 有些木屋区, 有些人走过的时候, 这位英姐前世做了什么因质事, 今天报应, 说我妈妈被你揍, 被你骂, 又说我妈妈做鸡, 又说她前世做了那么多因质事, 今天为什么老公没有在她身边, 为什么儿子又这样学怀, 吸毒, 女儿离家出走, 我妈妈真的很激心, 激心没办法, 人家说这个话, 所以感谢神, 神就在我的家庭里面, 头一个基督徒请救了我的生命, 当耶稣请救了我的生命, 我们家庭只能够回转了, 回转了, 今天我妈妈信了耶稣, 爸爸信了耶稣, 我爸爸已经过去世了, 我帮他主持身后事, 这个就是看到上帝自己的恩典, 所以不单止我们能够得福, 得福就是这样, 相信耶稣当我们效敬父母, 神所吩咐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得福, 我们的家人得福, 我们四周围的人得福, 所以今天上帝不单止叫我们效敬父母, 不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都要效敬他, 尊重他, 要带他去信耶稣, 效敬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带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家人, 我妈妈去信耶稣, 为什么一定要去信耶稣呢? 很多人想着, 我的孝顺就是拜祖先, 装香, 这叫孝顺, 我做落寧公司, 我知道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过了身, 过了身了, 他的女儿就来了, 她说我要帮我爸做身后事, 我说, 你有帮你爸爸做身后事吗? 你爸爸自家教了十几年, 你有来, 你有照过他吗? 一年正来买一个鱼头米给爸爸吃, 这叫孝顺吗? 这不是叫孝顺, 十几年都没有来看爸爸, 买一把鱼头米给爸爸吃, 就叫孝顺, 不是啊, 我说孝顺呢, 不单止要奉养父母亲, 奉养我们的母亲, 然后又要怎么打信耶稣, 这个打信耶稣呢, 正是这个孝顺, 使我们的父母亲能够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呢, 离开这个世界, 能够回到天堂里面, 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 虽然呢, 我们的爸爸离开了我们, 或者我们呢, 现在暂时分离, 将来呢, 我们能够在天上里面见面, 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看下, 上帝改变了我生命, 祝福我生命, 我爸爸妈妈, 家里人信耶稣, 接下来呢, 我做老人事工的, 有些阿姨, 那些妈妈, 那些不是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都怎么样, 尊敬他们, 我们呢, 知道呢, 人路了, 如果没有信耶稣, 一天呢, 离开这个世界, 很痛苦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当中里面呢, 将福音传给, 就是感谢神, 圣经和我们说呢, 我们要这样, 要紧记, 母亲的生育之恩, 和呢, 奉养父母亲, 听从父母亲,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 最后一样东西呢, 带领我们的父母亲来信耶稣, 信耶稣, 不单止呢, 尊敬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呢, 能够呢, 能够呢, 来照顾, 关怀他, 你才能够知道, 我们的神呢, 就是爱我们的, 神真的很爱我们的, 如果神不爱我们的家庭, 我们整个家庭都玩了, 不是就是念经那么简单, 拜祖先, 拜祖先是一个纪念的, 如果我们呢, 父母亲, 妈妈在生前我们, 效敬去, 奉养去, 接着带信耶稣, 这个叫做效信, 使我们的母亲, 父母亲, 能够在世上呢, 能够有疑虑照顾, 将来呢, 能够去到天堂里面享福, 这个就是一个福气来的, 所以今天呢, 来到祝福大家, 要记得, 圣经生命的要讲到, 当照耶华, 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华, 神所赐你地上得以长久,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戒命, 今天我的生命, 能够得到这个祝福, 来祝福其他人, 都是感谢上帝, 我做来年时, 带了很多的长者, 也带了他们来信耶稣,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上帝祝福我, 祝福我的生命, 如果没有耶稣, 已经玩完了, 已经死了, 但是神在这个黑暗中, 请我生命进入光明, 今天上帝使用我的生命, 不是我夸什么, 是夸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送赞, 归回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祈祷。 子耶稣, 我们今天早晨, 为了士子哗的每一个做母亲, 来祈祷。 我们要多谢他们的劳心劳苦, 祝福我们的妈妈, 祝福他们的心心里的健壮, 靈魂看到兴旺健壮, 所以你继续带领着我们, 更加明白圣经的真理, 叫他们的儿女, 真的要遇到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 真的要孝敬他们, 好好地对他们, 无论奉养他们, 无论照顾他们, 关怀他们, 关心他们, 祝我们要多谢耶稣,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 基督得圣的名时祷告。 Amen! Amen! 兄姊妹, 宴神祝福大家! Amen!